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bara Talk 跟大家講講2022年1月大多人多市的樓市概況 在銷程方面 5,636宗 由10月比較高位 9,700宗的時候 就慢慢下滑 膠頭淡薄 這個數字比上個月跌了6.5% 比上年同期跌18.2% 隨著價格上升的時候 都多了人放盤 今個月有7,979個新的盤 這個數字雖然比上年同期跌15.5% 但是比上個月來講 爆升了54.2% 因為多了New Listing 而膠頭相對來說淡薄了 這個盤真的剩下的存貨 或者叫Active Listing 比上個月升了28.1% 但是我們仍然在講 只有4140個盤 比起上年同期跌了44% 比起平均的Average 也只剩下一半 隨著樓市繼續緊張的時候 估計樓價應該會繼續攀升 但是同一時間你看看交頭淡靜 雖然你可以說是因為冬天 其他緣故 也可以看到在這個價位的時候 再加上投資者可能 或者你想搬家的時候 都想有一個觀望態度 比起3月加息 要看加息部分是多少 現在應該怎樣落息 各方面 做多些準備和思考 又或者反過來 這麼貴 我都不買了 投資者都不少 至於價錢方面 一些都沒有制度 繼續上升 在2022年1月的時候 Overall Average 升4.3% 一個月升4.3% 很變態 當中這個獨立屋 仍然都是獨領豐蘇 大領群蟲 升5.1% 今次Townhouse 都不弱 都有4.9%上升 Coin島 弱一點 2% 如果每個月都2% 都二十幾%一年 希望不會升得這麼變態 如果雲雲的一些 region 這個小多倫多市 City of Toronto 相對來說 比起 overall 就弱一點 只有2.2% Overall 的上升 當中這個獨立屋 升3.4% Coin島 只升1% 今天1月樓市update 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bara Talk Bilibara Talk Bilibara Talk